哎我都說了錢的事不用你管 用了手術 放心吧 哎呦小柳你好 來來來來小柳你好 來來來去坐坐那邊坐那邊 來坐坐呢 啊江總你們公司來了個電話 說有個客戶 這不又把他給叫走了 這酒都倒好了 你們公司怎麼這麼忙啊 最近是特別忙的 啊江總交代說他忙 讓你留下來陪我們吃個飯 不不不我那個公司有事呢 我得回去不行不行 小柳來來來來來了就來吃 小柳你看 這是我已經出版的十集送給你 你看名字已經提到上面了 謝謝謝謝叔叔 哎呦回去我一定認真拜讀 哎呦拜讀可談不上 還要請你輔政啊 不敢不敢不敢 哎呦 師的事一會再說 現在先吃飯 來坐下坐下 我那個只得回去 我那個一堆事呢 小柳 這是你們江總點的菜 點那麼多 我和你叔叔也吃不完 這不是浪費嗎 是啊是啊小柳 你就留下來 江總啊專門請你過來 陪我們老兩口吃個便飯啊 那好吧 太好了 哎這個你喝吧 我給你喝 我自己來我自己來我自己來 哦對對對 來來來 呃咱們是 歡迎小柳光臨 歡迎小柳光臨 這個我真喝不了 我待會兒還得上班呢 哎 感情深一口感情淺便宜 感情不深也不淺 請我喝那麼一點點 對對對 咱們就喝一點點 喝一點點 來來來來來來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一點點 哎 小柳坐坐 小柳 哪個人呢 爸我是西安人 你西安人啊 哎呀十三朝古都啊 怪不得你文化底下深厚 祝福您跟我講了 家裡還有幾口人 爸爸媽媽還有我 啊小柳啊爸爸媽媽也在西安嗎 嗯他們還在大學裡教書呢 你看你看一看就是書箱門底 小柳阿姨知道呢你還沒有男朋友 那你的個人問題你的父母就沒有催過你嗎 嗯我爸還好我媽有點念叨 不過他們都蠻尊重我的 那你爸爸媽媽想跟你找一個 什麼樣的男朋友啊 嗯 這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能談到一塊去 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就行了 太好了來 為你和江波共同的理想對 為共同的理想 對共同的理想 哈哈哈哈哈哈 來來來 呦 好謝謝叔叔阿姨 好 嗯嗯 小柳坐趕緊吃飯 別回去吧 阿姨為什麼江總的女朋友今天沒有陪你們來吃飯呢 哈哈哈哈她哪有什麼女朋友啊 孤零零的一個人 今天叔叔阿姨就是想和你單獨的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不會吧 難道江總瞞著你們 阿姨我跟您說 江總的那個女朋友可漂亮了 他倆呀特別好 特別的般配 嗯 江總瞞著叔叔阿姨 難道是想給你們二位一個驚喜 嗯 真不知道啊 我們公司都知道的 啊 你說的是那個女孩子 我們覺得她太浮躁 她跟江波呀 不合適 不會吧 他倆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江總可開心了 我好羨慕的 你 他倆 他倆 我已經見到 你 我 你 家 我 你 你 自己 你 卻不了生存 一鱼一鱼 冬夜苗 今生里 保留 岸船 哎老何 给大伙把酒倒上 来来喝点白的 还有酒 你看你看 鱼上来 陆秋玉桶 对对对 我就是敬个地主之一 这里是香菜 和你们的口味 对对对 来来来 来来来 对对对 我说贾主任 今天你们演的这个野猪林 还真挺好看 我平常不看京剧 今天把我看着都着了迷了 是吗 过奖过奖了吧 奖过奖了 而且我还看出来了 哎 这个林娘子和林冲啊 俩人还真有这么点意思 那是啊 这戏中林冲跟林娘子 他本身就是夫妻嘛 对对对 戏里就是夫妻嘛 不过老江您今天看的还真仔细 那是仔细这儿呢我 哎 老何我可真没想到 你从岳阳到了北京 这个日子是越过越滋润 恭喜恭喜 对对对 恭喜恭喜 这都是贾主任林导友方 照顾的周到 对对对对 来 咱们敬贾主任一杯 感谢他对咱们这些外乡人的亲密关照 哎呦真是应该的应该的 你这把年龄了吧 嗯 快吃菜呀 你不凉了快吃你看看 怎么样这个味道 嗯挺好 嗯挺好 最好吃的 多吃的 嗯 老厨 这双菜怎么样 你给评判一下呀 是啊 不错的不错 贾主任 嗯 你不知道 他可是我们岳阳著名的厨师啊 哎 这一桌菜不一定入他的法眼 真的 哎呦 您一定得给点评点评啊 对对对 确实笑得不错 哎嘿嘿你看 真是那吃吧吃吧多吃点啊 老厨 当着大家的面 我给你赔个不是啊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我只是一片好心 没想到给你们家造成那么大的麻烦 我真的不是 我不是有意要进入你们家的私事 那天呢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我 得了 我自罚一杯 小罗 哎呦 哎呦 哎呦啊 真是好景啊 哎 十几年都过去了 咱们都是老朋友 我不会往心里去 老厨 你这么一说 我就知道你这心里没过去 你说夫妻几十年 风雨同舟走过来容易吗 那能说散火就散火呀 是啊 小吕 小吕现在这么跟你闹 那也就是因为误会你啊 既然这样 夫妻俩就应该坐下来 心平气和的把事情说清楚 有什么坎过不去啊 老何说的对 咱都是岳阳出来的 对吕月最了解 刀子嘴豆腐心 是个得理不饶人的主 老厨 老厨 你给吕月一个台阶 我敢保证 他绝对从岳阳回北京 你信不信吧 对老厨 给他个台阶 是啊 算了他不说这事了 吃饭吃饭 好好好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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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是苗玄 我不好 咱手术不会有点疼痛吗 疼 啊轻微的疼痛是术后的正常反应 不用担心手术很成功 那我之前那个那个硅胶这种问题啊 呃有一些问题 但幸运的是 里边的甲体在破产之前 我们也取出来了 所以不用担心 没有任何问题 那我就放心了 大夫你好 哎你好 哎呦 哎呦看你男朋友对你多好啊 又送花又断饭的 而且手术也是一直他坚持要你做的 行那好好休息吧 有什么事的话 随时让父子来通知我 好 谢谢医生嗯再见 来吃饭了 波波 你说你最近那么忙 要来照顾我 辛苦你了 不辛苦 待会儿 亲一个 不好吧 先吃饭 不行 亲一个 亲嘴 哎 哈哈哈 我跟你开玩笑了 待会儿好好吃饭 来吃饭 哎呀 妈吃饭了 我不吃我不饿 快点一会儿菜凉了那起来 先吃吧我不饿啊 先吃吧我不饿啊 霓裳 阿姨怎么样了 还那样 情绪不够 阿姨脾气倔你也知道 你要好好劝劝他 不行你就带他出去到哪逛逛 哎不上间啊天天除了遛狗就窝在床 不是 那吃饭怎么样啊 不正经吃 我天天换着法做呢 还得逼着他 谁呀 谁的电话 哦 林畅 阿姨起来了 我这收不收 准备吃饭了吧 我也帮不上你什么 我倒没什么就是 我还得在家再多待几天 哎 豆豆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好多了没事了 这两天胃口特大 天天嚷嚷着 让我带他去吃好吃的 哦 你这会干嘛呢 画画呢 妈妈谁呀 楚叔叔 叔叔好 这孩子真乖 你让我跟他说两句呗 等一下 楚叔叔 楚叔叔 豆豆啊 你画画呢 画什么呢 画的老母鸡和小鸡 哦 老母鸡和小鸡啊 他们在干嘛呢 老母鸡在家小鸡做虫子 等等 等叔叔回北京 你把这幅画送给叔叔好不好 不好 为什么不好 都是给妈妈画的 我还可以再给你画一幅别的 哦 好啊 那等回北京 叔叔带你去吃烤肉好不好 真的 真的 咱们爷爷没定啊 谁呀 谁管你叫叔叔 你怎么头听人打电话呀 喂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林畅 林畅怎么管你叫叔叔啊 吃饭吧 不是这都怎么个称呼 我现在你们这年轻人 先喝点汤 不吃饭吧 你干嘛干嘛去吧 赶紧回北京 你不回我这间就不会回的 我就在那边跟你死磕了 我就在那边给你死磕了 你磕什么呀 你赶紧跟你爸去磕去 赶紧回北京 他把字签了吧 耗什么呀都 妈您放心 有我在这个字 绝不会让我爸签 您也别较劲 咱看谁叫得过谁 你还没走啊 老板 下班呢我再检查检查 哎呀 你能换个叫法吗 老板老板的 你看我还不到五十岁 你就把我叫老了 那那那以后我就叫您唐总 别啊 你叫小唐多好啊 叫小唐多亲切啊 啊 你要没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啊 赵大哥 你最近家里的事怎么样了 哎就那样 我看你最近一直闷闷不乐的 是不是大嫂子气还没消啊 哎 要不我陪你回去跟他解释解释 不用不用 本来就没什么事 不需要解释什么那 那你们俩现在有什么打算啊 他那回老家去了 林德之前受了些气候 说是要给我离婚呀 离婚 不至于吧 那你怎么想呢 初大哥你放心 就算是离了还有我呢 是啊 是啊 有了您 我才能在这煮饭吃 哎呀 我是说啊 不管你离不离我都会管你的 谢谢谢谢老板 时间不早了我赶紧回去了 哎好那那您慢走啊 慢着点啊 哎哎 桃花屋里桃花庵 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仙 喂 哎小徐啊 江老啊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江老啊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组委会决定邀请十家亚洲诗人 参加在迪拜举办的国际诗歌交流会 这可是全球时刻界的盛会啊 道会的那可都是国际级的大诗人 是吗 太好了 国际级的 那当然了 这次主办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连我们都只是协办 你想想这得是什么规格 不够级别的那根本就不行 我们也是费了好大劲 人家才同意让我们的十家诗人 代表亚洲诗人出席的 太好了太好了 哎呀你们辛苦了 哎哎你刚才说是个 什么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啊 迪拜 迪拜 迪拜在哪啊 阿联酋啊 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中东 那个地方可是石油大国 哎呦富的流油啊 江老 您还没出过果吧 这次出去一定好好转转好好看看 哦 那那那太好了 那那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啊 呃很快 我们先帮大家办理这个护照和签证 呃下个月初 我们就出发了 好啊 好啊好啊 江老您看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呃那您就把这个十万块钱的押金 打到组委会账户上啊 我 这 还要钱呢 我不是你们邀请的吗 怎么还能让诗人自己掏钱呢 怎么您不知道出国是要押金的 像您这样火爆急的诗人万一跑了呢 那我们怎么交他呀 这次出国我们全全委托旅行商办理一切 您放心旅游回来押金就退给您 江老能理解吗 就就就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可是我一下子 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呢 哦 哎呦 江老您看 这个情况我实在是没考虑到 不过也没关系 呃您要是没有这个费用的话呢 我们就把您这个名额让出来 毕竟啊 好多没见诗家的诗人呢 也有很多人想去这个时刻交流会 呃我们再地补一个名单就行了 呃那行 行了那咱们就再联系 啊 等等小徐等一等一等一下 我我我想问你一下啊 小徐您看看 你能不能再便宜点啊 这件事交给旅行社的 跟我们可真没关系啊 那你什么时候要钱 哦呃您务必在今天下午五点之前 把钱打到组委会的招呼上 这么着急啊 您我筹备这些钱总得需要点时间吧 那个 江老啊 我看您要是实在是困难的话 呃我就先联系其他人了 呃因为毕竟不能因为您一个人耽误了大家的行程 您说是不是 咱们就以后再说 哎别别别小徐 你你你等一下 我我我告诉你 我想一下啊 我我定了 我去啊 呃你等一下 我我今天一定把钱给你寄出去 啊 呃您行吗 可别太为难了啊 不不不为难 我我我我寄出去以后我给你打电话 你看这样行吗小徐 那我就等您电话 哎哎再见再见啊 啊 呃爸 江波啊 我在公司去找你 我不在公司 你你在哪 我有点急事我要见你 我 我 我我今天没上班 那你在哪啊 我在 哎呀哎 爸你们到底找我什么事哎你 你在这干什么呢 啊 有事 哦哦 是这么回事 你爸呢 想给你借十万块钱 我有借用 您借十万块钱干嘛 啊 你爸被评为亚洲诗家诗人以后 他们邀请我去迪拜参加一个国际诗歌的文化交流活动 这十万块钱 就是去迪拜用的 可是我这儿真没十当块钱 你妈不是说你这儿有十几万块钱吗 你爸是借你的又不是不还你你担心什么呀 可是我这钱都用了 哎 能够我妈借啊 咱家钱不都在我妈那儿吗 哎 你妈她那么抠门 他能允许我拿着十万块钱去迪拜啊 可是我这钱都花了 这十几万块钱你都花哪儿去了 都给孙苗雪做手术啊 啊 这这这 做做什么手术啊 他做了 美容手术啊 他还要做美容手术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这好 就如你帮帮 欢迎使用工商银行电话银行 您可直接输入快播宫的店体验 查询及自助服务请来请 来帮你啊 嗯快 嗯 電話 我出去接一下啊 喂 我問你啊 你那卡里還有多少錢啊 卡 還有十五萬吧 我剛才給查了啊 就剩四萬多了 那十一萬哪去了 媽你怎麼亂看我存值呢 別管了你就告訴我十一萬哪去了 借人了 借人了 你可真大方十一萬哪 你借給誰了 你怎麼不借給我呀 是不是借給孫苗雪了 沒有媽我我我借建軍啊 他幹嘛向你借錢啊 他說他媽病啊 有瞎說 我前天還看見他媽呢 反正他是這麼說的 那什麼時候還呢 各把個月就還了 算了算了 借了借了還說什麼呢 你可得記著啊 到時間得催著還 十一萬哪 好嘛我知道了啊 你給你忙你的吧 我這還有事呢 換了 我跟你商量點事兒 什麼事兒 能不能 給我點錢啊 你怎麼又要錢 左不剛給你三百嗎 哎呀不是那個 我剛才接到左委會的通知 他們讓我去迪拜 迪拜 迪拜是哪兒 回來了 你媽媽 媽 有事兒嗎 沒事沒事 你媽知不知道你給我花錢做手術啊 啊 知道啊知道 我不信 回頭阿姨要是問起來 你就跟她說 這錢我一定會還的啊 哎呀 甭管這麼多了啊 好好恢復啊 好好養病 十萬 開什麼玩笑 我不是印錢的 沒有 哎呀 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這十萬塊錢 是交給人家族委會的押金 人家將來是要還的 哎哎哎 我都談定過了 你就是出國 人家旅行社也得讓你交一筆押金啊 再說這次族委會組織的都是我國師哥界的一些精英 又是去迪拜 要是不交點押金 這些精英跑一個怎麼辦啊 精英呢 你別被人騙我就是燒了高香了 哎 哪能呢 你看看 人家電話號碼 地址 各種資質 那都實大實地擺在那兒呢 誰能開這種國際玩笑啊 哎呀 這可是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啊 我等這機會 我都等了一輩子了 你說我要是出名的 我那些詩集得賣多少錢啊 何止是一個十萬啊 我說這事你怎麼就想不明白呢 江有聲 你那件事都是不靠譜的 就算你的詩集能賣 你保證能賣幾本啊 哎 你過去不是也自己出過錢硬過賣過嗎 賣過幾本呢 去了趟迪拜就能大賣了 你想都別想 那錢是我們養老錢 一分錢都不能動 沒有 罗艾蘭 哎 你那存知山錢有一多半都是我的 我現在要用錢 你你拿給我 說好了 咱家的錢我管 每一個籽怎麼用 我說了算 我說你真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餘 我跟你要點錢 我怎麼這麼費勁呢 那好啊 你跟誰要錢不費勁 你找誰去要 哎 要不是江波那沒錢 我才不找你要呢 你還找江波要錢了 他給你了嗎 江波那根本就沒錢 他把錢都給那個孫妙雪做美容手術了 什麼美容手術 就是那個把屁股做翹一點的美容手術 哎呀 真是丟人丟死了 不對 他不是說把錢給建軍了嗎 他是這麼跟你說的 哎呀 你那個寶貝兒子騙你呢 一共十一萬 我下午去找他的時候 他還在醫院陪著呢 哪個醫院 飛耀兒 哪個美容院 我 我也記不住了 我早就跟你說過 那個孫妙雪 就是個通財害命的主 你還不信 孫妙雪 孫妙雪 你幹嘛去啊你 小夕啊 江郎 呃 您的錢準備的怎麼樣了 我 小夕啊 我這錢一時半會兒 還還還湊不齊 能能還兩天嗎 江郎 我們這邊確實催得非常急 您要是這樣的話 我就只能抱歉了 呃 這樣吧 我這邊如果有什麼新消息 我再聯繫您 哎 小夕 小夕 你們具體 什麼時候出發呀 呃 我們下個月十號出發 大概還有二十多天吧 不過江郎 我估計您來不及了 這樣咱以後再聯繫吧 哎哎我你 哎呦 哎呀 哎呀 啊 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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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怎麼樣 不說你 沒事吧 病人已經醒了就別再刺激他了 哦 哎呀 行啦行啦行啦你還折腾什麼呀 不是折腾 江波 你要答應我再不見那個狐狸精孫妙雪 你要是跟那個孫妙雪再見面 你不跟他分手 我就跟你分手 我跟你斷絕母子關係你信不信 江波 你真的要把你媽逼死呀 你快答應他呀 江波 兒子答應了啊沒聽見不算說 他要說出來 那就說出來吧 說呀 我不見他 不是不見面是分手 我跟他分手 去看說 錢要回來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好好好 這張學 行吧行吧 別想這事了好嗎 媽 吃飯了 怎麼又吃飯呢 看了幾點了都十二點多了可不該吃飯了 我吃不下 我什麼也吃不下你自個吃吧 我吃飯了 因為當然也面臨著要被炒菜 看 嗯 所以相對人說就不會 在這 天天想已經這樣了 媽呀 媽 嗯 你在家查不自飯不想呢 我估計我爸在北京也是查不自飯不想的 你說你們倆折騰什麼呀 這何苦呢 弄了我也不敢走 這北京公司還一大攤子事呢 不是一大攤子事你走啊 我沒不讓你走啊 誰讓你陪著我了 我敢走嗎 我敢回去嗎 我這一天三頓飯端到你也沒錢你都不吃 我走了沒人給您做飯 您在餓個好歹呢 不是心裡我能過去啊 您把我養這麼大我能那麼不孝順 能那麼不是人嗎 媽 您就跟我爸 一人說一句軟和話就 就算了得了 誰要給你發信息 你爸啊 除了我爸沒人給我發信息 誰呀林昌啊 嗯 怎麼了乾媽這表情怎麼了這是 來人鬧意點了 媽我還想跟您商量啊啊 我跟林昌 要不就算了吧 不是怎麼了 為什麼算了你出什麼事了你們倆 我看您這架勢跟我爸這婚是離定了 離了婚 您肯定是待月養啊 那我不可能讓您一個人在這呆著 那林昌不可能 北京的工作什麼都不要了跑這兒來了 所以咱還是趁早 也別耽誤人家了 我呢 北京工作也不要了 在 月陽當地找一個 女朋友也在當地找一個 只要您能看上眼 孝敬您的 然後咱們一家三口熱熱鬧鬧暖暖暖暖的過日子 怎麼就熱熱鬧鬧暖暖暖暖暖 我這能暖和的了嗎 就你這麼說啊 什麼就吹了 什麼工作就辭了回月陽 你開玩笑呢你 這本來嘛 我們一家三口在月陽 我爸在北京 估計也閒不著 那不還有唐老闆的嗎 咱們在這兒熱熱鬧鬧 我爸在那兒鼓鼓伶鼎 這個唐老闆每天下了班 麟瓶威士忌 有錢人都喝那洋玩意 然後再弄點起司啊 火腿啥子去看看我爸 兩個人特別慣展 這一來二去 暈暈乎乎的 可能發生什麼事 我不說你也猜得到 再晚回去一年半載 估計我這弟弟都有了 胡說八道什麼 那你蠻嘴跑蛇的 我怎麼胡說八道了 你們也離了 我爸也算是健康 就他也沒有後負之憂 也沒有障礙 人家是正當男女關係啊 我告訴你你 你先聽我說啊 趕緊給我買票回去 你口號跟人家的臨唱廚 少在這氣我 快去快去快去買票去 買幾張票啊 哎呀買幾張買幾張 回來 媽大也回家了啊 我現在就去訂票 他會不會來隨他便 你行不行啊 我是飛緊巴拉我幹嘛呢 你不能給點姿態啊 大老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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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啦行啦 我知道了 這還差不過過 啊我現在訂票去了啊 哦 嗯 嗯 我今天又是輕鬆了很多啊 哎呆瓜站著幹嘛坐啊 我 提提見長啊 不聽話了坐啊 妙學 嗯 我可能以後不能來找你了 怎麼 不想對我負責啊 不是 我是想說 我媽 我 你媽怎麼了 我我必須 是吗 不是 到底出什么事了江波 你说话呀 对不起 是 你妈又逼着你跟我分手了 她知道你给我花钱治病的事了 那你想跟我分手吗 那你很矛盾是不是 江波 其实我们两个之间没什么 那天你喝多了 我是扶你回房间了 不过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也没有小江波 我只是给你画了只袜子 或者是衣服 你现在不用对我负责了 我不是因为 要对你负责才跟你在一起 之前是 现在不是了 我就是想跟你说 我 我喜欢你 你瞧瞧你 你连话都说不清楚 我会喜欢你吗 就算你喜欢我 你又能说服你吗 接受我吗 好了 我们还是分开吧 其实这段时间 我跟你在一起玩也玩够了 谢谢你陪我玩啊 你的钱我一定会还你的你放心 你走吧 你干嘛 舍不得我啊 就是想跟你说 就是想跟你说 无论以后咱们还是不是团 应该说是 你把我还当不当团 我一辈子都要 我曾经说过 我要你 一辈子开心 一辈子快乐一辈子笑 这句话 一辈子都有笑 以后你 不开心啊 难过无聊的时候 不开心啊 对吧 就是 打开心啊 对吧 想过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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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后你做的饭我不会吃 我的东西你也不要碰 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好吧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我不是跟你解释多少次了吗 这事我没错